这是一部只有三位演员的电影,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这个剧本完美演绎,话不多说,这部恐惧天使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对男女驾驶的汽车在雨夜里出故障无法启动了,本来男人是要带女人去过周末给他一个惊喜,为了享受二人独处的机会,他强烈建议这次不要带手机出来,所以现在出了状况也无法找人求助了,这时男人在车上看到一个亮着灯光的房子,于是他带着女人下车前去求助,敲了好久门却没有回应,男人说我看看这个门上方有没有钥匙, 摸来摸去竟然出乎意料的没有,他好奇的通过钥匙孔望进去,突然门被打开了,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一个男人看着他们 这房屋的主人乔吉听说了他们的处境后,让他们进了屋子,奇怪的是乔吉自称从不用手机,而家里的座机也恰好坏了 于是三个人坐在这里聊起来,原来他们是一对相处不久的情侣,男人是一名兼职作家,最近才出了一本小说,讲的是一起连环凶杀案被侦破的故事 这个故事取材于多年前的真实谋杀案,刚好敲吉也有所耳闻,他刚说到那个凶手犯下了六件案子,就被作家纠正说是五件 面对敲吉的疑问,作家解释说受害者都被残忍虐杀,而且头发也都被剃光 能做出这种事的凶手都是心理变态,他的动机就是怀有怨恨的无差别复仇 敲吉听完笑着说,也许吧,但你的小说我看过了,关于动机显得有点差强人意 敲吉对作家的第一部小说评价不太高,对他的逻辑和心理分析不甚赞同 但作家对自己的调查和判断十分自信 作家分析的头头是道,果然是做足了功课,但警方调查的这么详尽,可是为什么依然被凶手逍遥法外 而在小说里,这个凶手却被警方击毙,敲吉觉得这和现实差距有点大呀 作家解释说,这样的人就应该从社会中被剔除掉 敲吉不喜欢这种想象力,他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来源于经验 敲吉话说得十分透彻,这让女人好奇地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突然眼前一黑,停电了 三个人关于小说的交流到此结束 敲吉点起蜡烛后,打着手电和作家一起去地下室找配电箱 两个男人就这样走着,气氛突然有点诡异 敲吉脚下一滑撞到了作家,他们同时从楼梯摔倒在地 作家抬头一望,面前吊着一个被剃光头发的女子 女人在客厅里突然听到地下室传来枪响 她吓得赶紧跑去地下室,却看到作家收起了枪 而敲吉倒在地上,头上有一道伤痕 作家不顾女人的任何疑问,迅速将敲吉拖进客厅 然后一阵东翻西找,拿到一把刀上去储物间割来绳子 将敲吉的双手牢牢绑住,确认他还没清醒后 作家这才缓过神来,慌乱地说道,他杀人了 他跟女人讲的地下室女子的惨状 说眼前这个男人正是我小说里的原型 他一时惊恐慌张地不知所措 女人想去地下室看看,作家突然冲过来拦住了他 两个人正在说怎么办时,敲吉发出了声音 他醒过来了,他一醒来就说 我错了,我就当什么都没看到,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里发生了什么 先生请放过我一马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态度怂的和刚停电前的差距太大了 作家气得过去一把把他翻过来 作家没想到这个敲吉一醒来反而赖住自己杀人了 女人说我们赶紧报警吧 作家说电话都坏了,拿什么报警 但敲吉又说其实电话没坏,是我把线拔了 女人冲过去插好线正在拨号码时 突然作家冲过来打断了他,让他先不要报警 面对女人的质疑 作家只好解释说,这间房子其实是我家 这个家就是我要带给你的惊喜 如果你报警了,我就脱不了干系了 警察一定会认为我是凶手 女人问,这是你家,那地上趴着的是谁 敲吉接过话说,我是个小偷 就想进来偷点东西而已 你们突然来敲门,只好假装是屋主 敲吉趴在地上不断地恳求放过他 但之后作家掏出了手机,说要录下敲吉坦白的视频 女人很惊讶,因为他们说好都不带手机出来 好度过一个没有干扰的周末 作家辩解,这真的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打开录像功能,要敲吉交代真相 两个男人争辩的停不下来 女人一直插嘴却得不到回应 作家气得直接一拳打倒了敲吉 拿着枪逼他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突然发现女人不见了 女人这个时候已经对作家产生了怀疑和恐惧 他害怕地躲在床下 作家进来找了一圈后出去了 因为在床下手机没信号 他又爬出来在窗边尝试打电话 这时作家又突然返回,一把夺过了手机 女人已经被吓坏了 尤其是看到作家手里还拿着枪 作家为了自证清白把枪留给了他 但带走了手机 这样女人又不再害怕作家了 过了不久他下楼开始询问乔吉的身份 乔吉又一次转移话题 说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带手机来 作家说是为了订闹钟制造惊喜 说着拿出一枚戒指 原来是要准备向他求婚的 乔吉却跟他讲 拿着手机就戴不了戒指吗 你的手机定位显示你此刻在家 而他的却显示在这里 这就是他要制造的效果 乔吉不断地暗示让女人失去了判断 这两个男人到底谁是凶手 他拦住了卷起袖子要动粗的作家 找到了乔吉口中偷窃的东西竟然是一盒戒指 这就很明显告诉女人 这些戒指都是作家用来诱骗女性的 这下女人彻底对作家失去了信任 他暴怒的转身喊道 两个男人却各自讲了不同的故事 作家说他们下去摔倒以后 刚修好配电箱就看到被吊起来的女子 而乔吉先对着女子开了一枪后 转身向作家开枪时 被作家躲过用手电筒砸倒了他 而乔吉却说当灯光亮起时 他被眼前的女子震惊到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被作家砸晕了 枪一直在作家那里 听到乔吉的话 作家立刻向地下室跑去 另外两个人也跟了下去 他们赶到时 只看到那名女子已经在地上死去了 女人感到很崩溃 眼前的两个男人必然有一个是凶手 他转身上楼拿来手枪 此时作家正在暴揍乔吉 见他举着枪便走了过来 乔吉被打得半天才缓过进来 他赶紧接着说 他只杀女人不会杀我的 作家说不过他 气得拿枪指着他说 你看我做不做得到 我该把你俩都杀了吗 然而不久后 他搂着敲击用枪挟持着女人出去了院子 打算挖个坑 不知道要把谁埋了吧 正在专心挖坑的作家 突然发现女人不见了 他跑回屋里 却看到女人正抱着电话 看到作家 他拿起手枪叫他不要过来 但作家走过来抱住他 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突然枪声响起 作家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中枪了 可能女人也是失手走了火 他痛苦地流泪 喊着男人的名字 作家挥挥手 叫他赶快离开这里 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这是一只手从女人后面伸过来 帮他握紧了枪 身后的敲击笑蓝 他的心理战术又一次赢了 接下来房子里发生的事情 你也可以猜到了 又是一声枪响 后续就是很久以后 警方在这间屋子里 发现了三具尸体 也就是作家和他的女友 及地下室的无名女子 而经过警方的调查 杀害两名女性的凶手 不是作家 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当地 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杀人犯 警方已经对其 展开了持续数年的追捕 但这一次 还能抓到吗